怪手轟轟作响工人忙进忙出 希望让汉溪基善桥到中头公路间 河道警官能够改头换面 虽然整治工程如火如土的进行 但看在地方眼里却有相隐忧 工龙排水出水口跟新堤防排水道之间 约有20米没有石座护栏 附近居民担心大水一来会冲破土堤 影响住家安全 这边康桥第二阶段 这边是那个三楼崎的土地 所以这边有一个切块 这土属很松软 如果提案不做起来的话 遇到台风来一定会崩塌 里长表示由于东龙排水连接汉溪的汇流口 属于十分松软的土堤 因此才希望能趁整治工程时 一并改善土堤 向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询问 才知道这是属于市府水利局所有 由于两单位之前并没有协调会刊 才发生这样的乌龙 经核立委跟三楼崎协调 现在已经要做了 希望在明年雨季以前能够完成 才不会造成这个危险 从基山桥往下到中头底下 差不多都在农历以前会完成 以后只有人行道 还有脚踏车道 还有差不多400多瓶的草坪 可以让小朋友来放风筝 会非常漂亮 经过地方争取 第三河川局云诺将会一并施作新湖案 跟连接的排水相涵 而这段的汉溪飞河道整治工程 也将在农历年底前完工 连接之前已完成的基山桥到国光桥端 让民众又多了一处散步休憩的好去处 记者赖秋风 镇亚山台中裁缝报导